還有另外一個事情要請教韋漢 因為保險這個保險之亂 有很多之亂 保險之亂其中一個 今天大家也在討論 因為快篩羊 視同確診 這個新制度上路 對保險業者來講 他們很反彈 但是聽說他們態度 有一點轉變了 只是他們在講的過程當中 保險業者講話真的很刁 他說你很難判斷 你是真的 是本人確診 他說坊間現在也出現 在販賣確診者喝過的水 可是那是發生在台灣嗎 台灣有發生過嗎 我看到好像都國外的新聞 說確診者喝過的這個水 確診者戴過的口罩 這是發生在韓國 沒有發生在台灣 但是他就是聽起來 很刁鑽的理由一大推 另外一個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今天有個新聞突然冒出來說 不得了 有一個人買了十一張 他重複買這個保單 所以意思好像這一些業者 要開始挑了 如果你重複的話 我要算你失效 這個很多人罵翻 為什麼呢 買了當時又沒講對不對 對啊 二月三月要下賭注的時候 每個人都沒有講 要押的時候 都沒有吭聲說 你不能重複押 你不能怎麼樣 結果重複押了十一張 我贏了 你才說 你重複我們都不算 這個合理嗎 維安你怎麼看 如果當時重複買 不要講十一張 第二張買就應該直接給他退單 我們會集合 因為你買過了對不對 所以顯然當時 保險者是歡迎你來買的 因為買的越多他分補越大嘛 但是問題是現在目前已經出現這種爭議 這些爭議會越來越多 剛剛光是那個講 你怎麼樣才能夠滿足理賠的 這個條件就有的吵了 那別的我們臺灣的狀況複雜 我先挑到泰國 然後再講回來 泰國就出現 有人在打了疫苗之後 他直接過於去確診 為什麼 因為他去找他確診的朋友講說 我希望我能夠得病 後來對方作證了 那他就可以賠多少 五百塊泰鎚 大概四百二台幣 賠十二萬多 就是十五萬的泰鎚 那後來說也因為這樣 所以泰國突然很多人確診 因為有人想要重保單去賺那個錢 所以泰國也因為 倒掉兩家保險公司 四月才倒的 後來陸續倒了四家 現在變四家 因為太多人這樣 那我們臺灣現在倒回來看 就是既然有那麼多人保這個保險 連死亡都有人炸 炸保在故意 對不對 就是保了以後才去 真的這種 這種也一定也會有 只是這個已經不是我們現在 目前眼前最關心的問題 保險公司現在頭很大 因為每天那麼多人確診 那這個東西後續再看看 那些細節我們再來討論 好 最近大家都覺得 陳時中是不是真的該下臺了 因為他講了太多 讓人家沒有辦法接受的這個話 譬如說什麼沒有藥 他說你沒有去 你感冒吃不到抗生素 你會國家賠嗎 然後什麼被嗆下臺 他說大家心情不好 過去了就好 然後拖一快篩這個賺很大 他說那你就不要去買 賢貴就不要去買 講的話大家已經完全不能接受了 當然也有網友討論說 三個想要選台北市長 已經兩個中標了 包括蔣灣也確診了 黃珊珊也確診了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問題 是陳建仁 這個林桌水點名他 說陳建仁 從這個副總統退下來之後 像國師一樣指點江山 他說你接受英國衛報的時候說 我們快篩試劑不夠 但問起你在半年前 你同樣接受國外媒體的時候 你告訴大家 臺灣應該要與病毒共存 我們真的查了一下 去年跟今年一月他就講 要跟病毒共存 那你身為國師 身為前副總統 你怎麼沒有告訴陳時中說 既然要共存 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現在才發現 快篩沒有藥沒有 什麼都沒有 一塌糊塗 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現在有人就懷疑說 陳時中真的中了 中了什麼 中了一種病毒 什麼病毒呢 來看一下這一段 這邊要為各位踢爆一件事情 就是陳時中已經中了 館長病毒 然後記者會趕快開始了 每天浪費我那麼多時間 開這個記者會要幹嘛 反正病例數就是超過 基本薪資很多啦 不要再問我了 這就是我們的台灣模式 也不要怪我為什麼確診數 現在比基本薪資高這麼多 要怪病毒 怪蔡總統 幹嘛找我當指揮官 你做做兩年多 什麼問題趕快問 陳時中 好 這一些官嘴臉 讓大家看得非常分析 今天有另外一個新聞 高官 在我們的三級警戒的時候 違規群聚 結果今天經過了一整年 快要一年了 後來他不用賠 這到底怎麼回事 真的相當離譜 這位前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執行長 陳正文 他是陳其邁頭號第一手 心腹愛將 他在去年七月十三號疫情還相當嚴重的時候 跟一大堆建商 大老闆跑到屏東的Villa 牡丹灣非常漂亮 去在那邊吃火鍋 然後被爆料 當時屏東後來調查 就把他們這個開罰 罰十萬塊 可是經過這麼漫長的這個調查 衛福部說不用不用 他不用罰 判他免罰 這怎麼回事呢 來細細說來 這個是被拍到的第一張照片 在餐廳裡面沒有戴口罩 有人走來走去吃東西 後來業者說 沒有啦 我跟妳證明 我跟妳證明 他們沒有吃東西 他們只是剛到 然後進餐廳裡面放東西 然後第二個說法說 那因為我們餐廳 因為一般來講這種Villa 一定會裡裡外外裝監視器 怕妳有這小偷出狀況 結果他說沒有 這個我們餐廳剛好沒有裝監視器 有裝監視器的地方 剛好沒有保存畫面 就這麼巧 一切就這麼巧 所以衛福部說 好第一個 你屏東縣政府 你根本沒有證據 第二個 另外一張照片 這個四個人沒有戴口罩 然後聊天說地的 他說因為規定是不能超過五個人 所以他也沒有違反這個規定 所以一來餐廳的沒證據 二來群聚的沒有超過五個人 所以他們認定就是不用罰 當然很多人就想說 這個我們其他的民眾 其實情節都相對的可憐 而且是很無辜的 反而要被罰 高官搞到這個樣子 而且他是跟賤商 這合理嗎 好我們先來講一下 陳振文是誰 陳振文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他選了高雄的議員 然後那個時候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高雄市長是誰選的 陳其邁 我們有圖為證 對 所以他們是手牽手的 等於說他就是他的嫡傳 大弟子就對了 但是那個時候 大家不要忘了 那時候他們兩個都落選 落選的時候 一個到臺北 陳其邁到臺北 當了副院長 然後所以他的大弟子 就安排了行政院的 南部辦公室當執行長 所以等於說兩個選 這個民意代表都輸了 然後都到了行政院來當高官 都輸然後都高升 都高升 然後當了高官之後 這個南部的建商 跟代銷業者 就請他們到Villa去吃飯 那一晚的Villa 大概注意一萬塊 到兩萬塊之間 好 他們自己花錢 我們也不在意 那個時候不要忘了 三級警戒 剛過 微解封的第一天 馬上就有人發了兩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 其實就是在白天的時候 那張照片 另外一張 白天的時候很清楚 就看到陳正文的側面 對 左邊這個就是陳正文 那時候大家就炸了 我們在三級警戒 大家為了生活 也都沒辦法去工作 我們在三級警戒 你在那邊Villa 在那邊開心 在party 晚上的時候 就出現了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吃火鍋的照片 所以大家就炸開了 炸開之後 我們就傳聞聽說了 這個就是聽說了 好 聽說行政員就講說 你們這個只要名字上報 名字上報之後 你就自己走路 那如果你真的沒事的話 為什麼會有這個傳聞出來 結果陳正文馬上 他就怎麼樣 請辭了 請辭之後你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沒有問題 你為什麼要請辭 你應該出來捍衛 我自己的清白 對不對 你為什麼就直接請辭了 那表示說一定會有什麼貓膩 好 請辭完之後呢 那時候其實是屏東縣政府 就跟Villa講說 好 違反規定的 我們要開罰 但是你們是業者 來來來 名單交出來 因為晚上那張照片不清不楚 那你是業者 你有住宿名單 名單開出來 我們要開罰 好 這名單也是Villa給的 Villa給了十五個人的名單 然後一人才罰十萬 有九個人就已經付了 所以當時候大家就以為說 這事情就結束了 因為我們已經開罰十萬了 好 那你就開罰了 你就付了 就沒有想到陳正文跟一些朋友 有六個人 他不願意 他在提起宿院 提起宿院之後 衛福部就去調查 就像要說哥達 你剛才講的監視器 有些鏡頭沒有開 有些人沒有保存 然後這些照片 晚上我們也不清楚到底是誰 好 打哈哈就過去了 但過去之後衛福部為什麼要撤銷 有一個重點 他就說你們這個 你也沒給當事人這個申訴 所以他沒有簽名 沒有簽名就可以不用罰嗎 好這個後面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衛福部你不是說你說的就算嗎 你丟回來給屏東縣政府 你有兩個月把這些資料補證 因為當初誰開罰的 就屏東縣政府 所以你應該要怎麼樣 我努力去蒐集其他的證據 我努力把這件事情 把這個採訪給弄下去 結果不是 他就悶不吭聲 就這樣子平平安安順順利的 過兩個月說我們沒有找到其他證據 所以這撤銷就不用罰了 整個狀況你不覺得這很離譜嗎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我們常常拍到一些狀況 就是說一些工人從工地出來 想要吃東西 我們拍到好像怎樣你知道嗎 用一個小貨車停在那個馬路 跟那個圍牆中間 然後大家躲在那邊吃東西 我們平民老百姓連吃個便當 喝口水都要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麼緊張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全面開罰 玉峰講的我們還真的準備了例子 比如說同樣一個時間 去年的七月 那有民眾他們這個夫妻兩個在車上脫口罩 結果人家就看到了直接去開單 對 就說你這個你在車上脫口罩喝水 還不是吃東西 就喝喝水 維持生命運作必要的喝水 居然要罰要罰三萬 另外一個在也一樣 去年五月的時候 也在三級警戒的時候 有一個民眾傻乎乎的 他幫他的帳母娘 雇這個鑰匙店 而且鑰匙店門是關著的 結果那個所謂的衛生單位的人員 走過去就看到他一個人在裡面固定吃便當的時候脫口罩 所以就敲門 敲了門之後他們門打開 然後結果他本來以為是人家上面來宣傳的衛教的 結果沒想到是開罰 就罰了他 真的是 還有另外更扯的 也是一樣去年的七月 有個工人一早 因為那個時候規定不能在外面吃東西 但工人真的肚子餓 他又沒有地方 因為工人不像我們有辦公的居所 他沒有他就在戶外裡面打工 所以他就窩在一個角落 而且還是自己窩在那個牆角的邊邊角的角落 結果這樣子警察開過去 一樣給他開三千塊的罰單 對 那時候其實去年這個時候 大概已經是殺無射了 最後引發爭議之後 就當然就沒了 但是其實不要說台灣亂象一堆 我們來看得到 現在包括在北京跟上海 有很多這個大家說是奇葩的規定 這個要請教兵哥 包括現在傳出來說有從機場入境的 直接就把這個民眾護照撿了 不讓你出去了 還有包括這個要建立 在大的城市要建立十五分鐘 核酸採樣圈 這代表說他們要常態化的做PCR 要變得非常非常方便 那十五分鐘是代表什麼 半徑一公里 然後這個圈圈裡面 可能就會有大概 比如說以上海來講的話 就是大概有六到十萬人 要讓他們變成常態化 就是要可能聽起來好像要一直清零下去 那可能每一年會耗費人民幣1.45兆元 還有另外一個北京有一家公司 現在被爆料說他們在家工作的時候 他們用視訊 有用這個軟體去抓你 說每五分鐘就會截圖你的臉 如果截不到的話 超過八十九次就算礦工了 礦職了 可能要這個懲處 或者是要扣你的錢 還有另外一個北京 因為現在之前傳出公測染疫 所以這張照片不是北京 這是武漢 這網友自己延伸出來的一個話題 說廁所裡面怎麼會出現洞 然後當然這個北京的現在的做法 就是說既然公測裡面會有人感染的話 而且傳染了很多很多人 所以他現在上個廁所 你必須要有四十八小時內的核酸檢測 甚至還規定廁所不管多大 如果不是很急就要一次一個人 但民眾都問說誰不急 人生有三急 上廁所怎麼可能不急 冰哥怎麼看 昨天有個消息 就是一直以來臨確診的北韓 現在已經承認他有人確診 他們是槍 以前的說話不是直接槍斃嗎 當然沒有 他們以前都說是完全清零 所以他沒有人確診 說他們承認 對 他們現在終於承認有人確診 金正恩已經下招全國要動員 然後要來對付了 那以北韓這樣子 他都沒有辦法還是被突破 那你說以中國這麼大 十四億人口國家 又跟這麼多國家接壤 你要一直清零我 真的覺得這是一個 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對 那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我們在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